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不愿意 城楼上的陌生女子 冥冥中像是与我有着千丝万围的联系 我看不清楚他 他却似乎看见了我 甚至 是一种要将我穿透的眼神 知识区 已去说九国闻名的 二夫主金昭残阳 已经神秘消失四个多月了 关于他的去向 崔刚的粉丝们众说纷纭 可金昭残阳 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要无音信 记得一键三连加入收藏 再替我慢慢分析 这一切还要从四个月前 他与公司主编 在南盛一世新书交流会上 大吵一架说起 好了 林主编 我不指望你有多在意 南盛一世这本书 但我能不能请你 起码把陆渊的名字打对了 冤非立天的冤 工作失误 工作失误啊 我们的实习生有一点小失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就一个错别字嘛 我还有多大点事 老这么重 林主编 我觉得未来的方向 我们还是要再好好聊一聊 回头再聊 回头再聊啊 我先撤了 我还有事 走了 小雪 再见 林主编 谢谢 谢谢 沈先生真的 只是因为错别字吗 或许您也认为 陆渊可能根本就不是 祸国乱政的妖后吧 老人家 我向来只就事论事 写对人的名字是最基本的尊重 但更多证据表明 陆皇后谋害贤相 驾控王权 生活奢命 助控国库 纵观她这一生所为 确实担得起妖后这个称呼 那或许是人们想听的称呼啊 沈先生 当真如此笃定吗 我向来只关注字里行间的真相 不谈感受 听说这古书可怜啊 尤其是医院 哪怕此生不能修成正果 来世也定能再去歇远 我们 怎么就修不成正果 化开许任啊 是九国时期流传的习俗 来 小美女 许个愿吧 五元一次 沈先生 您也要许愿吗 不用了 我从来也不信这些 老人家 这岁遇您是从哪儿逃到的 沈先生 这万事万物 总是有因才有果 我再见到这块玉佩之前 又怎么可能先梦到她呢 这一样 Attend 您会不会 陈主编 今天 可能是我有点过了 没事 男生仪式你好好写就行了 什么 刚刚有家影视公司联系我 说要买男胜仪式的影视改编权 觉得里面的 妖狐陆冤 闲向李悠 还有沙尘陆时 人设都很棒 很适合拍成电视剧啊 就是要求你写个三部曲 一起拍 林主编 我跟你说过了 男胜史料就那么点 出土的体居住也就那几页残片 我真写不出来了 写不出来你就杜撰嘛 咱写的又不是教科书 只要人设写得好 谁关注是不是事实啊 杜撰 服从考证的东西 怎么不能杜撰啊 你别忘了当初合同怎么写的 到时候违约 稿费一分拿不到 你还得赔违约金 那赔了 反正我又不缺这点钱 沈不言 反正今天我画廖证 男胜仪式二我一定要出 你不写我就找写手杜撰 你再犯证 我就把你B站号一起回这公司了 我说你已经跟她 我ił Children 他累了 他把你 upper 降下救 有空 我 又做梦了 我 我 什么人 大晟虎报营 快 抓住他 什么情况 你让他跑了 虎报营是沙神陆石缔造的南圣汉军 以火高尸覆免 迅捷入道 凶我口火 我这边报告 快点 那边 你告诉他 别了 让他跑了 这里是 大晟皇宫的御书房 起居住 有了全本的起居住 南圣一事不就有潮流了 我 起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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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公子别怕 是我 乙华 乙华 小姐说如果你来了 一定会第一时间找来这儿的 我是来接你的 小姐 谁是小姐 我们走吧 去哪儿 见小姐 她等你很久了 那 那书 小姐说了 公子迫切之事 起居住误解 他有解 我们走吧 是 乙华姑娘请节哀 想必顾渠之人 也不希望看到姑娘 为她伤心一辈子 你怎会知道 门上多痴人 会为顾渠的爱人 告诉青摘石鱼 原来如此 命公子也莫负痴人 请不吝点赞订阅 你来了 我等你很久 我们认识吗 现在不认识 以后就认识 你干什么 是你们要干什么 妖后路冤 你怎知识我 你的人带我从御书房过来 一路无人走 看得出来他主子地位不异 听说远启皇帝独宠一人 为他断绝六宫 看你穿着不凡 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这 想必一定是妖后路冤了 别过来 退下吧 义怀 我不管你们要干什么 我要离开这儿 你见我的第一面 就要杀我 你 你要干吗 我若是真的想要害你 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不是吗 准很把握 果然是妖后 我 我 你 你还什么时程 虚实了 沈公子 你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知道你有很多疑惑 不如我们做个交流 你陪我做三件事 我如实回答你三个问题 让陆渊回答我问题 男生的事不就有着落了吗 沈公子放心 这三件事呢既不违背道了 一定是你能做到的 我有的选吗 有啊 如果沈公子不愿意的话 我的意思是我多做几件 你多回答我几个问题 就三件 就三人 行吧 你怎么知道我姓沈呢 这妖后到底在打什么算吗 要我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 换衣服 古代居然也有这么逼真的假发技术 需要帮忙吗 不用 我一个大男人还不会自己换衣服 这妖后真是奇奇怪怪的 他怎么会知道我的身高尺寸呢 母后 这莫非就是陆渊的养子 未来一统九国的圣武帝楚同常吗 对了 怎么没看到缘起亡历啊 谢谢看 谢谢 谢谢 听听听听听 大圣承方图 丞相还是喜欢了 饶了这皇帝你 有了这承方图 大圣已是北列的囊中之物 有了这承方图做见面大礼 北列一定不会亏待丞相的 上司之夜尤人众多 正是我们出城的大宏时机 今日是上司节 母后给你准备了礼物 是外邦金贡的金丝软甲 记得回去好好试一试 看他们关系挺好的 为什么楚同厂长大成人之后 就会推翻路缘呢 果然是这妖好太过离谱 连她养大的孩子都不认得了 换完衣服就出来吧 你叫我出来我就出来啊 算了 算了 还是赶紧问她三文要件啊 算了 还是赶紧问她三文要件啊 一里歪了 还要我做什么移病说了吧 好 过来吃饭吧 这是第二件事 皇后娘娘 我可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你 放心吧 没毒 我 行吧 你的任务简单 我的问题可不会少啊 自然 这么多菜 今天什么日子 春三月 上四日 都是一些时令的家常菜 家常菜 这是什么呀 季菜煮鸡蛋 三月收获季菜 季菜能去春温 好像是件书里写过这个习俗 见过不行 你得吃过 来 好 如何 这宫里的厨子手艺就是不一样啊 那是自然 皇后娘娘 您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 我 我只是为了研究啊 怎么 一顿饭就把你给收买了 不觉得我是妖后了 小姐 还有一个时辰了 今日上司 有人众多 传令下去 全程宵禁 宵禁 是 是 你们要干什么 公子 可愿意与本宫同友 第三件事 此面具 若有外人在 断不可斩 报 赵统领 专相大人 不好了 说 皇后下令群称宵禁 现在成立空空如影 我们怕是无处藏身 宵禁 我们兵分四路出城救世 此事正在待命 要不要 我们干脑 我们干脑除掉扯陆皇后 她现在在哪儿 戏面上 由上死 阿娘 我想出去玩 快回来 你又命了 来 皇后娘娘好大排场 为了一己私欲 全程宵禁 上司之夜 这么宽的街道 只有你我二人 岂不是很好 那你考虑过百姓的感受吗 这将都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将都 那今夜 你就把我当做一个寻常的百姓 可好 我 我呢 下辈子希望做一个寻常的百姓 看遍人间烟火 做一个逍遥自在的人 再也不要当什么 皇后娘娘吧 为什么 你可想好了 这是你的第一问 我可以问那三问了 可以 那还是刚才的问题 为什么 人是坚有诸多的遗憾 但你却不得不顺从自己的命令 什么遗憾 我的遗憾 是没有跟一个人 好好一起过上司节 那个人是谁啊 这是第三问 第三问 下次你就知道了 你这人怎么 说好回答问题的 怎么还反悔呢 我是妖后 专横跋扈 便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我刚刚对你有点好印象 心里还夸你两句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惊夸呀 要我说呀 你这妖后之名 绝非空学来 你干什么 这是圣国上司节的习俗 柳枝沾路 福西俱在 我从来不过节日的 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会有意义的 一事都完成了 你看我陪你走了这一遭 又福西去灾的 算好好过上司节了吧 算 那我这个替身是不是可以 功成身退了 你看嘛 我问你问题你就含糊不清的 我只能自己去找答案了 去吧 好 我真走了 我 我走了可不回来了 我知道 小姐 还是三刻一致 我们没有时间了 走 我这想什么呢 我这想什么呢 给我做顿饭 陪我逛个街 他就不是妖后来 我得客观 客观 三月三 难道是元起十五年三月三日 元起之变 妖后陆鸳鸯在今晚围猎贤相里用 报 李用以兵分四路奔逃出城 兵分四路 这四还真是狡猾 娘娘 好 咱们追纳路 不行 我得想办法救救这个现象 他要出城的话 北门 北门直通北列 可虎豹营的守军也多 李用断骨当冒险 西门 西门需要借到俗地西荣 南门山路举多 诗北公拜 东门 娘娘 您确定吗 东门通的是水路啊 李用擅长水利和航海 东门绝不会走 娘娘 这个这个是水 他也犯老编 你就别废话了 听娘娘的 全体虎豹营将士听令 随我捉拿叛贼李用 是 全杀了 一个不留 是 李长相 别 别杀我 开门 是 这是我认识的李用吗 长相 除了是外车 你会有人介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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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远 陆远 阿远呢 有时候你的智慧和判断力 真的超乎我的想象 但在九国大事上 你为什么就是看不清呢 如今北烈泄荣双双比锦 我们若不主动向一方求和 称臣复义 难道要等他们达到江都 只是灭了我大圣吗 与弱小之国 唯有一父 才能生存 好一个唯有一父 才能生计 你这是引狼入室 自取灭亡 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 北烈许了你什么好处吗 你刚刚说的那些话 都只是借口罢了 陆渊围猎李庸 是因为李庸要投体叛国 阿远 你我多年情分 当真要如此难堪吗 李庸 本宫的乳名 你不配再叫 同城 李庸你给我放开他 母后母后 拿别人孩子当任职 算什么东西 皇后娘娘当真以为 我不知道你这义子的 真实身份吗 你自以为有力量与我抗衡 以义子之名将他接进宫来 我听之任职没有动他 不过是早就料到 若有一日你我这般对质他 必定是你的死穴 李庸 都给我退后 这几人偷了大树的城防图 不能退 娘娘 怎么办 都给我退后 都退后吧 退后 怎么和我知道的历史 不大一样啊 我怎么感觉反而陆渊阳输了 不行 放开他 放开他 丞相 杀了这小子 免得夜长蒙多 不不不不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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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别激动 大家别激动 容我说两句 什么人 李丞相 你的想法是不是太天真了 你可知道你在跟谁说话 义父真能保生存吗 像北列这样的虎堂之国 只会以小国来养自己的侵略之战 依附于他们 只怕是以肉似虎 一旦拿到响表和城防图 他们就会以戴圣平乱的名义 进入江都 到时候你还有什么用啊 他们为什么还要给你兑现承诺呢 历史上这样的事难道还少吗 胡说些什么 长相 北列对你可是一片真心 是真心的过河拆桥 吐死狗烹吧 胡言乱语 我 又是你 又是我 又是你 又是我 原来陆皇后是个习武之人 而且打起来还那么 暴力 快 各位 我们就不能坐下来好好 谈谈 跳 陈锋土 快 你们不用暴力解惋问题啊 你们不用暴力解惋问题啊 别 振 枪 枪一皆 人 你而起 姓山的 好 当初 若没有你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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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杀了皇后娘娘 给你们拼了 皇后 童小快走 走啊 喜人 沈不言 别怕 你还会 再见到我的 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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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了 才过去半个小时 难道又是做梦 我了 这 元气之变的结局逆转了 不对 这不是梦 我了 陆渊 因为我 死了 一二三四 之前明明是我啊 有两块岁域合在一起了 难道说 难道说 好了 这要重现一下半小时前的情形 我了 这儿 这儿 我了 我了 这个 是 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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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 我了 回收 重新编辑再版 就一位您 做了一个梦 我都跟你说了 男胜仪式对陆渊的描述 都是错的 他杀李庸是因为 李庸通敌卖国 他根本不是妖后 师弟啊 我劝你还是好好写第二步吧 不管你口中那个梦 是不是真的 现在热度这么高 回收男胜仪式 那才是真的做梦 我 去吧 曼玉的老人家呢 您好 您认识在这儿 摆摊的老人家吗 摆摊的 对 差不多这么高 然后卖些手工艺品什么的 这里已经不让摆摊了 可能回老家了吧 不让摆摊了 沈先生 你可得想清楚了 玉呀 是有灵性的 如果是块美玉 可凝神尽致 可这玉意残缺 只怕会乱你心神 好 好 好 大人尚寺 两路不祖祥 七水流伤 不吹灭 已加灭 愿诸位大圣子民 尽福在恶庆 必得了人归 我回来了 老板 现在几点 什么几前 现在什么时辰 敢不才瞧个目钟吧 虚实 虚实 米华 什么时辰 虚实吧 难道我进入循环 回到了元启之变之前 看来陆渊还未下达萧金领 我得赶紧去把一切告诉陆渊 好让他对付李勇 这是 陆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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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 陆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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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哪儿来的邓徒子 干什么 小姐 还是没找到少爷 我们去那边找找吧 走 你们不认识我吗 不认识 也没工夫认识 我们走吧 对啊 我回到元起之变之前 他们自然不认识我 等等 在那儿 镜花楼 这便是以文雅能名 九国的江都镜花楼吗 可惜现在没空看这个了 请问有没有看到一个姑娘 海棠色衣服这么高 没看到 外面缺水流伤 斗的是诗 这里情消俱全 斗的是月 皆是我大晟上司之风俗 诸位文人雅士 才子佳人 这个舞会 元起先教过我 我给大家福气军队 你这是哪本子的福气聚在啊 这是你干什么 这是什么 见我一身酒 真是晖气 是请猎徒 赶紧给我下去 下去啊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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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雅之地 可如你如此撒不打滚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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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吧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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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快去 你们怎么说话呢 这节日本来就应该高高兴兴的 要我说呀 这位公子无拘无束 才是真名是自方流 无言乱许 有辱斯文 你和他一起离开 走 走 出去 孩子出去吧 一起出去 快走啊 出去 出去 走 走 走 让他们自娱自乐 大哥哥 大哥哥 兄弟 咱俩不一定谁大的 你不用叫我哥哥 朕不管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朕最好的大哥哥 不是 从来都没有人愿意夸朕 只有大哥哥你 你等会儿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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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不说了 朕难道就是上次来 没有见到的元启皇帝吗 但元启 怎么看他心智跟个小孩似的 谁对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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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今天一定要报答你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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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哥不必多言 朕送出去的东西 就如同泼出去的水 没有收回来一说 我 这样式 难道是受活玉牌 你 好 小姐 小姐 唐人谈的老板说 少爷好像往金花楼放上去了 金花楼 闪开闪开 闪开闪开 是玉牌 照听你说二十左右的白衣男子 错不了 今天无论如何要把他给我带走 上 这有有事吗 少爷 我们该回西戎了 谁是你们家少爷 别闹了少爷 老爷还在门身上等人呢 我去 莫不成是西戎黑肥 抓住他们 这几个人是西戎黑肥 都别愣着 别愣着 什么医药 大夫 不行 我还没有把元启之变告诉你 渊娜 好厚 好厚 你呀 哇 这么暴力 是他 没错了 元启姐姐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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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杀了这个都算闲事的 给我走 我 不行 这次我必须做点什么 机会来了 没错 好 再来我就不客气了 杀神的五方面 陆氏死后男生谁还有资格配戴紫面具 如此神力究竟是哪位大将 阿石 阿石 不可能啊 陆氏浓眉广洒 夜汗虎灾 怎会如此清秀 不对 陆氏明明已经死了 阿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大将军哥哥 微臣救驾来迟 请陛下赎罪 大将军哥哥 我没事 那位哥哥有事 阿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呢 我没事 带少爷和乙华回宫 是 我不想回去 大家一起热热闹闹才有意思嘛 陛下 陈陪你玩 真的吗 姐姐我走了 离花 大将军哥哥 你说话要一起陪我玩的 不许反悔 不许反悔 不许反悔啊 以后遇到这种事 你应该先就进去找巡察兵 这得亏我刚回江都 否则谁来救你们啊 我不管 我相信你嘛 笨哪 我要是没回来 那我可就再也见不到 见不到陛下 见不到阿姐了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 我要是没回来 我可就再也见不到陛下 见不到阿姐了 还有呢 还有什么 你还想见到谁啊 这万一义父也在的话 义父岂不是也很危险 你义父就在车里坐着呢 有什么危险啊 那还有谁啊 你再仔细想想 对啊 刚才还有那么多百姓 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 那岂不是大事不妙啊 陆大将军说得对啊 陆大将军 心系天下苍生 受万民敬仰 小女子恐怕是不入您法眼 还是让我自生自灭吧 以华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这么聪明 哪需要我来保护你啊 以华 你在叫我吗 陛下 这军中兄弟教的 他也不管用啊 皇后娘娘 谢谢你今天又救了我 无须谢我 今夜之事 还希望你多加保密 皇后娘娘 我不是盛国人 所以敢问金威元启何年啊 公子以为呢 大概元启十五年 今为元启五年 我来到了十年之前 还有 我在陛下身边任职长公 切勿在叫我什么皇后娘娘 就此别过 不行 我必须把十年后的一切 全都告诉陆远 皇后娘娘 我长话短说 我姓沈 叫沈不言 我今天来找你 真的是有特别重要的事情 要告诉你 十年后的今天 李雲会投敌叛变 她会带着伪造的求回国书 和城防图逃亡北列 还有她会在害时三刻 从东门出逃 你一定要提前布防 你要保护好自己的养子 不能为她挟持了 还有 皇后娘 快起 你不在等着她 你究竟在胡言乱语时吗 我去过十年之后 我一定要把知道的一切 都告诉你 好让你提前做准备啊 去过十年之后 你这话实属荒谬 我根本没有什么养子 李丞相也不会投敌叛变 今夜我不与你计较 请你诉诉理去 陆姑娘 你如何才能信我啊 不要再跟着我了 再跟着我我就不客气了 阿渊 没事吧 没事 这是 来 李庸 李庸 回宫 回宫 门人擅闯宫门 哦 我是陛下的御史 刚在宫外办完差 哦 大人请进 来 阿渊 慢点 十年前的陆于安和李庸 竟然这么亲密 不行 我必须把李庸的真面目 告诉陆于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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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么多孩童晚物 莫不是元启皇帝的寝间 阿渊 靠近一些 我去 李庸 李庸这是要对陆渊做什么 再高静些 再敬 丞相 烛火过盛 反而伤眼 哦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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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李丞相什么关系啊 韩要好吗 反正笔根真好 明明是朕的冤解决 体体外事都被他扒着 陛下 那那个 奏折平时都是李丞相批吗 嗯 真不喜欢写字 亚夫喜欢写 那就让他写好 亚夫 那 大臣哪 陛下平时不见大臣了吗 亚夫不许真在大家面前讲话 这都快憋屈子 无聊死了 他以为大圣靠的是谁 什么叫独断专横 只手遮天 若没有我 这大圣早就完了 丞相 自五年前陛下意外吃傻 被隐瞒真相 正是便只能仰仗丞相处理 如此劳心劳力 却又多受误解冤屈 阿渊带大圣子民 向丞相道一声 丞相辛苦了 有阿渊懂我 便无怨了 无怨 是 起奏陛下 陆大将军有军情禀报 先 是 义父 阿渐 今晚进化楼那几个西融商人 果然有问题 我问了军旗舰 他们所用的弯刀 虽然形似西融弯刀 但材质不对 是北列寒铁所造 他们是北列人 北列人 难道是李庸出卖了皇帝的行踪 但旧弯刀的材质判断他们是北列人 是不是太武断了一些 更何况北列人 为何要扮成西融人 带走陛下 当然是祸水吸引啊 当然是祸水吸引 北列与西融 已交战三月有余 正是胜负关键 若此时陛下被带到西融 我大胜必举全国之力前去营救 北列自然可以作收鱼利 而且 前日边境有消息传来 火风堡附近 有大批牧民向西融路 我一直疑惑 此时西境兵荒马乱 为何还要西前 你怀疑 这些是火风堡北列军桥办 没错 义父 此时如果火风堡的北列主力 已持渊西境 那正是我军收复河山 一选前指的大好时机啊 火风堡 我记得火风堡是 义父 此时如果火风堡的北列主力 已持渊西境 那正是我军收复河山 一选前指的大好时机啊 火风堡 我记得火风堡是 二十啊 民乃异国之本 一旦开战 必劳民伤财 现如今的大商 一和不一战 话说起来一套一套的 他不是早就跟北列勾结上了 义父 火风堡的百姓到现在还在被北列人农业 我们身在江都 享受荣华富贵 难道就把他们给忘了 好了阿石你不要再说了 丞相向来顺民心 听民意 但姿势体大 还须明日召集大臣 从长计议 阿姐 丞相和阿石皆是为国为民 幽私凡门 阿渊为你们弹奏一曲 且解放 变了 变了 全都变了 这十年前十年后查得也太多了吧 陛下为何生气 袁姐姐只给朕谈过一次这首曲子 大哥哥干嘛这么生气啊 大哥哥干嘛这么生气啊 我 没 没要生气 我干嘛要生气啊 我知道了 大哥哥跟我一样 都喜欢袁姐姐 怎么可能呢 你说什么呢 我听过好几遍这曲子 今天怎么这么多错音啊 没有吧 我觉得挺好听的 我觉得挺好听的 陛下 该上朝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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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 启奏陛下 兵不确定火蜂堡守备空虚 北列主力军已迟援袭境 那果真是攻打火蜂堡的大好时机啊 不过如今国库并不充益 还与谨慎为上 陛下 良机不容错过 微臣有信心能速战速决 诸位大人的看法呢 微臣以为还须再从长计议 微臣也认为不可操之过急 古报应又将反送 有急事禀报 启奏陛下 昨夜陛下为负私访 遭北列暗兵袭击一事 宫外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江都百姓恨不得将北列人 食肉饮血啊 贼人是北列暗兵 而非西龙黑匪一事 百姓是如何得志 皇宫岂是你能随意进出的地方 您想帮陛时促成火风宝之战 对不对 你说什么 我昨夜听你奏的曲子里有几个错音 难道是传递了什么消息出去吗 也史相传 圣国有一传音解字之术 可通过错音之间的间隔 传递秘密信息 昨夜整整一宿 你和陆时都未离开过李庸的视线 想必你与店外的乙华 早有一套约定的音律密码 你表面对李庸百般顺从 其实却早已在宫外 布置了完整的情报榜 为你所用 音律密码被层层解密 传递出宫 才有了现在足以携制李庸的局面 先生 路长公的意思 诸位可听说了北列蛮子 又一桩暴行 听说了吗 北列蛮子太可恶了是吧 是啊 听说了吗 昨天夜里北列蛮子 在镜花楼里刺杀陛下 什么 太嚣张了吧 走 咱们到洪宫门口坑一起 走 走 走 说个事 昨天夜里北列蛮子 在镜花楼刺杀陛下 这刺杀陛下 真是害怕 真是害怕 太恐惧了 秋夕昨日夜里就传出去了 今日一大早 白星集结在宫门前纷纷请约 想要朝廷出征啊 你早就开始怀疑李庸了对不对 你知道李庸根本不打算收复活 太后来就开始了 刚才说了 我说过了 你自己立即打算了 我说了 这么快的 真是 想要朝廷了 你去看如果我 就会这样了 你自己立即打算了 你自己立即打算了 不就这样的 但是我吃了 那不过 最后就应该说了 我看稳定了 你自己立即打算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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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子倒真不小 李丞相 你明明知道 我北列守备空虚 说好不趁火打劫 怎么 反悔了 又不是你自作聪明 搞什么祸水蜥蜴 如实能察觉吗 你们圣国有句话 叫好心当作驴肝肺 祸水戏 皇帝客死他乡 还不是为了让你李丞相 登上大会吗 周期龙 你以后少给我自作主张 本相有本相的安排 接管大圣 我要的是名正言顺 要的是心服口服 记住 你是北列人 我是圣国人 我们始终 不一样 好 你要是打了火蜂宝 就别再妄想北列 以后会相处于你了 放心 火蜂宝换鹿石 你们北列皇帝 谢我还来不及呢 火蜂宝换鹿石 你什么意思 你把不听话的刀 纵使神兵利器 又有何用 你要杀鹿石 阿姐 阿姐 阿姐换我来有何事 阿师 火蜂宝 一定要去打磨 我没想到阿姐 你也会这样问我 我一直以为 最了解我的就是阿姐你 可你怎么也和那些 朝堂官员一样 阿姐只是担心你 阿姐只有你一个亲人 阿姐你如果真的把我当亲人 就应该支持我的选择 我只是突然理解 阿爷为什么不让你去参拳 我知道阿姐是担心我 以前我不是没有害怕过 可如果每个人都想着保全自己 那就没有人愿意上针杀敌了 到时候哪儿还有国 哪儿还有家 就算会有七生 那至少我的亲人 火蜂宝百姓的亲人 大生万千子民的亲人 都能好好地活着 这样一想 我也就不害怕了 阿世 阿姐 你知道的 我要做的事 你没法阻止我 阿姐 出征前还有诸多事宜要准备 我先告退了 阿世 阿世 你若执意要去 阿姐陪你一起 陆将军的赤子之心 真是难能可贵啊 你若是再不走 我便叫人赶你走 你多少还是相信我说的对吧 如果实在不能阻止他 就带我一起去吧 我曾经改变过命运 说不定这一次 还能破解死局逢凶化机 到时候你是不是 就能相信我所说的一切了 十年后 关于你的一切 八年前 将你们阻挡在琉璃谷外的人事入室 如今走出关外 虎豹营已有了千千万万口事 失去的东西 我会亲手夺回来的 陆大将军已经开拔 陆长公已回老家南梦湖祭祖的名义随军 知道了 陆长公已以至终论 随之后 才是我眼前之大患 原来如此 卢丫头长大了不听话了 只有折了她的羽翼 这只指缘才能永远的牵在本相手里 大圣才能永远在我掌握之中 骑马怎么跟我想的太一样了 小姐她也太慢了 怎么都赶不上陆大哥的队伍呢 一华姑娘 莫要着急赶路啊 这人哪有时候就得慢下来 看看路边的风景 不会骑就不会骑 哪有那么多理由 一华不要对御史大人无礼 下一站我们给他找辆马车 不用不用不用啊 谁用马车呀我不需要啊 你们先走吧 我一会儿自己过来就行 这怎么还停下来了 她该不会是要用走吧小姐 我就不信了 沈公子不必逞强 实在不行的话 我赞你也是可以的 不用 说谁不行的 我沈不严就算是爬 也绝对不会劳烦陆姑娘的 行 这也太快了吧 好 这里衣衫爵谷 确实是个扎营的好地方 陆时果然名不虚传哪 马都不会骑来评论起陆大哥 小姐 喝点水吧 给她吧 我不去 小姐 沈公子 喝点水吧 谢谢你啊 一直没机会跟你道歇 我让沈公子 以御史监军的身份 随军出征 自然不会怠慢 沈公子不必多想 我说的是敬花楼那次 谢谢你救了我 敬花楼那次也是为了救陛下 你 只是顺便吧 陆姑娘 你明明人很好啊 为什么这么冷淡哪 沈公子你还不了解我 沈公子你还不了解我 不是吗 走吧 虎豹营已经抵达南梦湖驻扎 雨火风暴之间 只剩琉璃谷一道平常了 可算 何时何地 对陆时下手呢 别急啊 他的一举一动 都在我的坚实之中 原起五年春日的某一天 大将军陆时率虎豹营 进入通往火风暴的要道 流离谷 却不料 伏兵四起 漫天大雾中 沈神大将军陆时 是个种数十剑而亡 我们在这儿 这侧是北列军 所以敌人很有可能在琉璃谷射服 我建议 从东侧水道绕行 这个天真真是 沈御史 你懂兵法吗 兵跪神速 走南梦水道绕行 岂不是白白给北列回房时间 北列追风营 以宇文破军宇文破晓兄弟为首 最善长途奔袭出其不意 我原本以为大将军聪明睿智 现在看来 不过是鲁莽自大之辈 你 沈御史 你只是陛下派来的监军 无权干涉我的决策 请你恪守本分 否则 报 禀大家军 事后来报 琉璃谷没有发现伏兵踪迹 知道了 怎么样 沈御史 以后 别再不懂装动了 纸上谈兵谁不会 看来大将军早已派人探查 在下武断了 大将军智勇双全 杀神之命 名不虚传 好 记忆查明 明日卯时 我们一鼓作气 穿过琉璃谷 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莫将领兵 众兵的消息传给北列了 到时他们只会认为我是一个立功心切的盲夫罢了 咱要不把这盲夫再坐实一下 卢大哥 明天就要进宫琉璃谷吧 还有心情带我们来考诺 报 报 报告大将军 糖 糖已经准备好了 好 知道了 辛苦你了 小五 还 还有什么事 吩 吩咐我去做的吗 没事了 下去吧 真的没有了 我什么都能干的 没有了 谢谢 谢谢 大将军 这是您第一次吩咐我做事 小我 很开心 小五虽是心病 但做事绝对可靠 人家能为你做点事都很开心 咱们却在这儿吃喝玩乐 这样怎么对得起他呢 爸 你干什么 肚病啊 一华姑娘 想打胜仗 就得像这样多闹腾点 让军中的细作 认为陆大将军 已经卸下防备了 听到了吗 我踢你个头啊 你给我站住 我今天被杀了你不可 你又追不上我 让你吓唬我 所以 你明天有何机会 追封营长途奔协 人数自重 并不会多 所以守保之战 于他们不利 只有在三百六十五天 三百天都有大悟的 琉璃谷摄服 方位上策 但是语文破军 语文破晓兄弟二人 定然想不到 我们会将计就计 将计就计 的确会让人出乎一两 但是伏兵也是真道真枪 他们居高临下 你又有何胜算 琉璃谷是他们的礼剑 也能成为咱们的 到时候陆时 会率领主力攻上山头 占了高点 若阿石率主力兵攻上山头 那进入峡谷幼迪的陆时 又会是谁呢 明日自然会有一个 信得过的人 去完成这个任务 可此人四面被包围 又当如何全身而退 是啊 若计划失败了 我会真的死去吗 还是会回到属于我的时代 想不了这么多了 沈公子 没事 我们十拿九稳 你放心吧 只是 如果明日我真的 帮陆时化险为夷了 你是否就能相信 我那日在静花楼说的话 明日你便会知晓 早些歇息 明日带上陆时的虎豹假面诱敌 或许我就成了历史上 那个死去的陆时呢 那今夜 是不是就是我最后一次 见到陆元了 陆姑娘 沈公子还有何话要说 沈公子还有何话要说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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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大哥 你有看到陆长公吗 大军已经出发 没有看到陆长公 去哪儿了 沈公子 你见到小姐了吗 怎么了 你们早就认识我 是不是 这是 大从静花楼那天起 你们就一直装作不认识我 是不是 喂 干什么 你们不认识我吗 不认识 也没工夫认识 明明你们什么都知道 知道我来自未来 知道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这一切根本不是我回到十年前那么简单 是 不是 我们在一个逆向的时空里相遇彼此 我还会遇见更年轻的她 正如她遇见的一无所知的我 初见 即诀别 神不言公子亲戚 当我写下这封信时 我终于可以不再忐忑不再顾虑 终于可以 把藏在心里的一切都告诉你 我们走吧 我们并非平顺相逢 而是你 一直都出现在我的身边 小姐 你又犹豫了是吗 她这次什么都不知道 果然我下次什么都没有告诉她 你也是这样叮嘱我们的呀 告诉她 无非是徒增她的困扰 既然一切都无法改变 为什么还要开始这段因果呢 是啊 恐怕越是在乎她 越不应该与她相认 反正一切都是徒劳吧 皇后娘娘 我不是圣国人 所以 敢问今为缘起何年啊 那一日我反问 公子以为呢 其实是想知道 到底还有多久 才能再见到你 大概缘起十五年 原来 还要十年 今为缘起五年 我知道 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可你却根本不知道 这些年来 我所经历的一切 我每一次心怀期许 却又被狠狠地打碎 但是我仍然抱有一丝的希望 如果命运真的可以被逆转了 戴上这假面的人 也不该是你 如果必须有一个人要死 有白负 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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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否 要死 能否得了 在此备 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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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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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久不见哪 你是谁 陆时呢 在取你性命的路上 传令 在 先杀了这个妖妇 赶紧 给我杀 李盛夏 胡宝盈果然将其救济 进入琉璃谷了 错 还做什么呀 我来是告诉你 进入琉璃谷的人 根本不是陆时 他们这是要攻上山头 后发制人哪 你 你怎么就不着急呢 要不我这个丞相你来当 我赵棋龙把你当成兄弟 你怎么什么都不跟我说呢 无妨 他们不过是负于顽抗罢了 今日琉璃谷天朗季青 陆时休想借武功上山头 他与谷中替身 皆必死无疑 哪怕代替陆时的 是那个女人 谁 啊 啊 啊 Ain't 走 不叫不叫 将军 火光营各个将队 都互相配合 我们恐怕不是对手啊 墨将建议 不要再进食肉活了 连他都大复国 一群废物 天下就冻死了 追击步兵 改用弓箭 别队阵 保护陆长风 陆大将军怎么还不来啊 都别等了 赶快投降吧 陆时 将要攻占这个山头 今日但凡有大雾 它还有小小的机会 只可惜啊 这个琉璃谷 平时三百日都有大雾 今天却天气晴朗 会风合唱 你们的陆将军 此时恐怕已经被社长刺猬了 陆长公 我等上陆将军所托护女周全 今日定要助你突围 别说话 怎么突围啊 你上架失言 他定会乱了阵架 我们必须以攻为守 武邦营的将士听力 跟我杀 杀 杀 枉剑射死他们 陆大将军 陆时的起兵为什么没有到 是谁偷听了我们的计划 小五 难道小五就是北列的戏作 陆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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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励 我从一开始就不该来到这个地方 不该见到你 更不该让你相信我 我 我只会让一切越变越糟 陆渊 我还是没能 我们赢了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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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改变了陆时的命运 是你让我们化险为一了 沈兄 尽快有变 这是之后从琉璃谷带回来的 木炭质量受空气适度影响 湿 古木炭重 燥 古木炭轻 琉璃谷明日当 晴空万里 若吴大巫掩盖 成功突袭的概率是多少 不到三成 有糖吗 有 但你要糖做什么 有就行了 这里常年打仗 遍地粪土 你再去找人铲些粪土过来 粪土 土法 提炼消食 至兄 这消食和糖混在一起 能干什么呀 不懂了吧 三份消食 两份糖 造烟雾蛋 这叫天不住人 人自住 小云 行我 大家就会不好了 小鹿一杯大五天便 那就给我放乱剑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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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神啦 给我上 不许核队 住斤得志 都给我上 让他们过来 是吗 过来救我 原来是个分辨小将 是陆石 他是陆石 雪 这时的 不得不得不得 你还不得 还不得 你还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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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得 收服失地的那天 就不堪受了 撒手缘缓了 来 去这儿 去这儿 这儿都好事了 来 去这儿 来 去这儿 来 去这儿 去这儿 别烈烧杀抢猎 无恶不作 百姓过的水生活上 无时无刻不盼望着重获次有 我真是苦了他们了 太好了 有救了 有救了 谢谢 来 谢谢 谢谢 来 再拿一个吧 谢谢 谢谢 不用谢 谢谢 来 谢谢 不急 都有了 好 给 谢谢 来 好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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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没事吧 没事吧 来 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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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怎么样 没事吧 沈不妍 拿碗粥过来 走 好了 好 你的手受伤了 你的手受伤了 对不起啊 我还没有向你道谢 你怎么反而向我道歉 我之前一直对陆渊这个名字 有所误解 那些自以为 呕心沥血写下的资据 却字字打脸 让我无地自如 你 陆时 李庸 我像是重新认识了这个时代 重新认识了什么是战争 还有战争带来的伤痛 对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 我似乎都无权妄加评价 包括小五 陆将军 我们现在也跟你一样 你是大英雄了 对吗 陆大哥 一华 有什么事做错了 他们整只年少 可以娶其生子 可以一家人 我们先进老祖 平平安安的 老书姐 这不是你的错 有国纷乱 总要有人疑 一战之歌 陆大哥 我们一定会等来 和平的那一天的 没事了 一点小伤 对在乎的人来说 再小的伤 也不是小事 我看了你写的信 其实我并不是有意 要瞒你的 只是之前经历的一切 让我觉得命运无从更改 心灰已冷罢了 但你现在不这样想了 对不对 如果我们现在就击垮李庸 那一切都会随之而改变 不是吗 我在李庸面前 装了这么多年 都没有找到机会 想要击垮李庸 谈何容易 我决定了 不管多难 我都会留在这儿 陪你一起面对 你看陆时的命运 我们也成功改变了 不是吗 所以 所以什么 元期五年 女官陆渊 妖媚祸主 尊崇日落 终止奉派 登至后卫 那一块奉派 对 你应该知道的 这便是陛下五年前赐予我的信物 我本想一次登上后卫 与李庸正面抗衡 但我 始终在等心中的那个人 心中的那个人 赶紧把你这破牌子收起来 我不想看到他 怪黄眼睛呢 这话怎么酸酸的 哪儿酸了 婚姻岂能儿戏 上次在镜花楼也是 这元启皇帝怎么总按随便送人东西啊 等回江都 咱把两块牌子都还给他 我们回家看看吧 家 我们的家 好久没爬山了 早知道就坐马车了 你不是要看看沿头的风景吗 看那边 这就是千年前的南梦湖啊 你们家之前就住这儿啊 是啊 以前北列大举南下 攻破了火风堡 俘获了北安王 若是再突破琉璃谷 我们这片世外桃源 就要变成人间地狱了 有我们陆大哥在 北列那帮蛮子 简直是痴心妄想 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 对 做他的春秋大梦 做他的春秋大梦 驱驻北列 驱驻北列 保家卫国 保家卫国 傻瓜一华 傻瓜 木小瓜 不站住 今天被杀了你不可 所以在你经历的过去里 我们发生过什么呀 某些人啊 都可凶了 一点都不温柔 你说的那个杨子 他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年纪小小的 却像个大人 那阿爷肯定会很喜欢他 我们回家了 回家了回家了 陆小花 快去开门 不许再叫我陆小花 就叫我 自从阿爷离世以后 每年只有祭奠阿爷的时候 才会回来 这个家 好久没有这么完整过了 你 郭伯伯 阿爷 阿世 你们可算来了 打走你们进城 我就认出你们来了 路说呀 陆家的一儿一女 都进了宫 在宫里做了大官 被困在火风堡的乡亲们 日日夜夜 都盼望着你们回来救我们呢 你们受苦了 可昨日在城中 您为何不与我们相认呢 我怕军中 有李丞相的人 义父 义父还在江东没有前来 您为何会害怕义父呢 义父 阿世 你糊涂啊 你们都以为 你们都以为 北安王是自尽的吗 北安王 是被李雍丽丞相 秘密杀害的呀 你说什么呢 你难敢诬陷义父 我 阿世 阿浅 他都是在胡说的是不是 他一定是受人蒙蔽 所以才无限义父 阿浅 你随我过来 莫要吓得海泽 阿世 阿浅 李丞相 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他为了一起私欲 通敌叛国 残害重量 他早就不是以前的李丞相 我之所以瞒着你 是因为你的性格直率 喜怒皆行于色 到时候虎豹银河与灵魏 就会自相残杀 敌国便可以趁虚而入 这怎么可能 阿诗 你怎么可能 要想将他的罪行一一揭露 是需要时间和机会的 切不可信心 老人家 这个孩子是 他 他是北安王的孩子 可传闻不是说 北安王的孩子已经死了吗 李庸的确心狠手了 也想斩草出根 但他却不知道 北安王永一婢女 早已暗生情愫 这婢女在北安王遇害之时 已怀有身人 最终生下这孩子 但他也因难产而死 这个婢女 这个婢女 就是我家闺女 北安王永 他却是楚氏之后 皇室血脉 当今圣山无后 如果保不住这楚氏 最后一丝血脉 这次婢女 本来的话 会员 是决定的 我不是说 你能不能离开 我爱你 但是我或者你 你能不能离开 我又不是说 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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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赵启隆 恐怕是难逃一死 越急就会越乱 我怎能负气 我早就跟你说过 陆远这个女人不是善战 她今天能凭空造物 明天就能取你性命 你对她陪伴纵容 迟早是殃虎为患 我李庸承诺过的 何时实信过 可现在 哪还有机会杀戮师 有一个地方 你说什么 有一个地方 凯旋之日 她定会卸家而亡 毫无戒备 她怎么突然哭了 许是困了吗 我先带她上去睡觉吧 我跟你一起去吧 陆家丫头 我还有一个请求 您说 你是否能带这孩子 到江都生活呀 我一个老头子 还能带她几年呢 她只有跟着你们 才能像这位公子说的 将来干一份大事业呀 好 我会收养她 护她周全 大爷谢谢你了 郭伯伯您快起来 我替闺女和北岸王 谢谢你了 郭伯伯您快请起 快 快起来 来 您放心 郭伯伯您先休息一会儿 我去开门 好 陆长公 杨副将请您回火风堡一趟 说是有难民安置问题 请您回去协助 难民安置 难民安置 是的 陆长公 我先回去一趟 我陪您一块去吧 陆长公 杨副将等您了 陆长公 不哭了 乖啊 乖 不哭了啊 通常不哭了好不好 乖 通常 伯伯伯 他是不是饿了 要不要去给他找一些知识啊 你们在这好好看着 我去给他找点麻奶 怎么办 梓儿又找路了 死儿又找路了 哎呀 哎哎呀 哎 啊 陆大哥 他怎么一直在哭啊 他终于睡着了 好可爱啊 我以后 也想要有这么可爱的小子 你怎么知道是小子不是姑娘呢 我更喜欢姑娘 好啊 呸呸呸 谁要跟你生孩子啊 以后啊 儿子 姑娘 我都喜欢 这以后要是生个儿子 我就教他骑马 打链 这将来要是生个女儿呢 那我也要教他骑马打链 怎么都是骑马打链啊 天天打打杀杀的 你就不会好好过日子啊 这天下不太平 哪能好好过日子啊 天下 天下 就知道天下 otherzna 南丽 北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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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我 有 破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对 你别动 我去看看 郭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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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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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陪列人他們怎麼知道自己 0 1 4 7 1 100 200 200 200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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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为什么我还会有和你相处的记忆 如果我们的命运已经被改变了 你这次选择留下了 那你想的时空应该已经终结才对 若你与今日的我继续走下去 为什么我还会在我的过去遇见你 若没有当年的印 又何来今日的果 正如没有你 当年恐怕就不会有那块风盘 已经消灭了 一切 还在按照原来的诡计发展 见血缝好之痛 你们是鹰鹏派来的人 啊 死我屁了 啊 啊 小兄弟 这么紧急的事杨副将为什么不亲自来 成立事务实在太多 杨副将仇不开身 可陆长公不会骑马呀 为什么不背马车呢 是啊是啊 杨副将特意背了马车 就在竹林外面 马上就到 是吗 了 佛 老兄 你 了 老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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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说 不 感谢观看 你暴露 北列人西发如命 刚刚杨副将砍断了你的病发 你怎么毫不在乎 因为你根本就是盛国人 下令杀死陆石的 也是盛国人 照你这么说 你们盛国人 岂不是在自毁长城 陆石刚刚中劫 死讯就已经传遍火风暴 北列的援军 恰巧在这个时候卷土重来 彩云郊的边军 也恰巧在这个时候 在某人的带领下 再赶往火风暴的路上 这天底下哪儿来这么多恰巧啊 因为一切都在某人的计划中 他想夺虎豹赢的兵权 你 你是说 你可知 我们在南梦湖 发现了几具尸体 其中一具 美眼与你甚是相似 它是你负责暗杀的兄弟之一吧 他并非毕命于陆石剑下 却是死于剑许风猴之毒 参与暗杀的人都被灭了口 你知道的 李庸向来斩草除根 不留后果 你胡说是他 他 恩施 你炸我 果然是李庸啊 岂有此理 没想到真是李庸这个奸贼 你 报 不好了 北列军已逼近火风堡 杨副长 你和陆长官继续审讯 是 范副长 天快亮了 你以为我先去城外部署 一定要击退宇文破晓 更不能让李庸夺走虎豹赢的兵权 好 是 尘相 宇文都尉已经在路上了 很好 等他们打起来 我们就赶去火风堡 尘相 陆石一死不就大功告成了 为何我们还要如此大费助长 你们北列叫陆石杀神 可说到底 他不过是个血肉之躯罢了 除掉陆石还远远不够 我真正要做的 是得到整个琥珀营的兵权 原来如此 丞相深思熟虑 高瞻云主 以后我们两国就是一家人了 谁跟你是一家 你是北列人 我是盛国人 这一点 永远都不会变 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对了 这次回江都 就让我以世卫的身份 守在你左右 方便传递情报 关键的时候 也能保你性命 随你 记得把我洒出去的细作 都处理干净 给他拿点吃的吧 报 不好了 保民们正去的城门下 炒着要开城门逃亡 小姐们 快跑啊 别列军打过来了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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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大三便即死了 朝廷不会回回的 不要 追到我们的路 就是要回的兵 都回去 我们把别人都躲过来 回去 这两家伙 躲在手 回去 还可以自保 回去 别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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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名就却乱成这样了 这下就个怎么办 北城本 朝廷不会跑过的 小姐们 快啊 北城本 让我们出去 北城本 北城本 乡亲们 朝廷是不会放弃我们的 这个人是北列的奸细 他制造恐慌 就是为了让我们自乱阵脚 北列奸细 我们之前不是赢了吗 为什么还有北列军 可是他说的也是事实啊 我们等在这里也是等死 我们怎么可能 打得过这么多北列蛮子 是啊 大家不要害怕 我一定会守住火风暴 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 北列蛮子再踏进这里 你是什么人 缺取女流之辈 说什么大话 我是陆大将军的亲姐姐 请大家务必相信我 你是陆大将军的亲姐姐 又不是陆大将军 信你有什么用 你算老且 确实 这皇帝老儿远 在江东都不管我们 依我看不如冲出这城门 至少还有些圣机啊 冲出去 到时候你们就藏在这儿了 按照我刚才教你们的 报 不好了 百姓要阴闯出城 已经和守折了士兵打起来了 不好了 意料之中啊 北安王在时 朝廷已经放弃过他们一次了 罗军在乎皇亲国戚 他们肯定认为 朝廷够会不管不顾王 在乎皇亲国戚 他们肯定认为 朝廷够会不管不顾王 神医师 神医师 出队 原清五年 女官陆元 妖灭祸烛 尊宠日落 终止奉派 登至后卫 天一盏烛光 半无尽思量 心随着琴弦 一旦选择了这一步 就会和陆时一样 注定要惨思于未来的某一天 但这个选择 其实五年前就已经做好了 我既不曾后悔 也绝不会逃避 先来不及所颜不知识中 身所生共事 仍不免在心里期盼 可期盼有一天 陛下恢复了神职 我们扫清了李永一荡 收服了大圣和善 而我们 就此结路难忘 只愿之我耳边说过的情谱 过上了木马荒芽的快活日子 然而这终究不过是 镜花水月 大王一场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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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无奈大圣皇后 信物在此 丧帝之痛 复仇之恨 家国之责 死不每一样都比你我之情重要 看来我始终无法阻止你 成为那个陆皇后 陆大将军被奸人所害 不幸遇难 但大圣绝对不会放弃你们任何一个子民 本宫在此 古报营兄弟在此 与你们共进退 同生死 不怪这家 狗狈王 皇后千岁千岁千岁 是是 快想 我态见皇后娘女 皇后 皇后 千岁千岁千岁 千岁千岁 沈不妍 难道你还未看清这宿命 一切既已无从更改 你又何必苦苦坚持 陸渊 无论宿命如何 我只记得那日我说过的 我会留在这里 与你共同面对一切艰难险阻 击垮利益 我绝不失严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 千千岁 众教士听令 准备迎敌 是 停 这两个圣国人耍什么花样 都尉大人 我们在此恭候多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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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